另外从人间阳间来讲 我们低头可以拉开你后面颈椎的第三节第四节 让你舒服 因为这个关节的空隙能够解除你神经血管的冻结和扭伤 所以淋巴和脑水体都会自然的流动不受到压迫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败搏时间长了 他也要这么动一动 那如果动的时候请把你的双手再合一合 那不就更好了吗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为什么要合掌啊 双手合掌 两手食指合在一起 食指为心啊 大家知道吗 食指连心 这个手指合在一起 说明你的心合二为一了 你是真心在败搏 你的肩膀要松弛 代表你放下烦恼 所以很多人在菩萨面前跪着说 菩萨啊 看见了吗 你已经败搏了 要很松弛的 所以很多人败了一辈子的佛 都不知道怎么败法 跑得去想捣蒜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人一烦恼发怒 有道理的 一个人一发怒 肩膀首先就硬起来 大家听得懂吗 不放松啊 你看看 看见了吗 顶住了吗 因为你们是 弟子会面 我就给你们讲了 明天大法会上 我就不会讲这些给你们 因为人的肩膀放不下 就代表你有烦恼 所以你会看向的人走路 这个人在动 这个人一边 你看很多公司的经理啊 management 或者管理啊 boss 他们马路上指出所 你看见吗 因为他有烦恼啊 你看这样放松的 那是什么 那走健身操的 所以人放得下放不下 跟他的血液循环都有关系 台长今天想给你们听一点点 就是 放下了身心的烦恼之后 你的妄念也会放下 因为当一个人一松弛 脑子就会放松 血脉就很自然的流畅 这个时候 你的心就会正念 所以当一个人很放松的时候 他不会吵架 不会去恨别人 去恨得紧张的人 如果要做坏事 他先是紧张 然后他就 大家看得懂了吗 所以 你们今天 待会上会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相互看一看 如果谁的肩膀拱起来 就是环绕不断 我感谢你的心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